作词 李宗盛 冷的风 黑的夜 看又是凌晨三点 存了一整天疲惫 错过了摩扳车 把自己管个烂醉 反正我无家可归 也许我们 愿相信可能 拼到了随后 可能也只有可能 难道我们 是被世界抛弃的人 还在为了做梦 一等再等 但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千万个孤独的灵魂 至少我们 还有我们 为了彼此奋不顾身 为了彼此奋不顾身 我们 要呆 我 我们 要呆 好 再 我也 我们 我们 吧 是呀 走着走着发现钥匙落家里了 进不了门了 找开锁公司啊 开锁公司不靠谱啊 我一个女孩住上海 那门被人开过了 以后就不安全了 也是啊 那你这怎么办啊 我有备用钥匙的 不过在艾米那里 她到家上找朋友玩了 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啊 确实今天周五她要回来 估计得半夜了 你是不是下班了呀 我肚子饿着呢 我请你吃饭吧 实在抱歉啊 我今天晚上有个饭去 那你还愣着干吗 赶紧去吧 没事 没事 我一个人这个 我真好背会儿课 想你学习 快去啦 喂 来 老婆 你从机场出来了是吧 给你发微信看见了吗 今天晚上街灯景客吃饭 千载难逢 我去不了 还有一个会 我赶着回公司呢 不是 我是想难得聚一下 再说了 咱们结婚的时候都帮忙了 还没一块儿吃过饭呢 抱歉啊 这样吧 你替我准备一份礼物 好吧 那行吧 那 那路上注意安全 大家跟我说一声吧 好 挂了 你说我是扎起来呢 还是披着呢 你已经很美了 我的女主角 难道想让你的杰森魂不守舍 跟那笨蛋有什么关系 只是呢 我必须要以最强的自在 出现在他们四个人面前 免得他们欺负你 有你在啊 他们都看不见我 不会有人欺负我的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的爆炸头已经把我挡住了 那你就忍忍吧 我怎么样 可 不过 你不要洗个头吗 我为什么要洗头发 我听说刘生男也去哦 像我陪她老婆刘生男 那富婆 你要是说岳子健 还值得我一去洗 你要说她不洗 真准时不愧是偶像 第一个就到了 别光说不烈 我可是来吃好吃的 要什么好吃的 人家杰森的心 都快蹦到你身上去了 行了别调侃我了 今天晚上你吃到的牛排 绝对是你这辈子吃过 最好吃的牛排 最好吃 我告诉你啊 这块牛排啊 可是我李杰森亲自用手按摩 我去把它按得外嫩里滑 就像女人的皮肤一样 杰森 为了你的安全 我劝你少说几句 我来了 来了 来 随便坐 你不是早下班了吗 为什么现在才来啊 我刚回家洗了个澡 换身衣服 我来了 我来了 随便坐 随便坐 来来来 帮我帮我 你帮我把这个摆到那里 稳妥 稳妥 小飞啊 相太呢 他工作那么忙 每天飞来飞去开那么多会 不用带他 不用带他 我走了 各位 崔老师啊 崔老师啊 不好意思啊 崔老师因为家里出了点小情况 他暂时回不许家 我就把他一起给请来了 没事没事 来的都是客呀 来来来 随便坐 来来来 随便坐 随便坐 来 谢谢 嗨 崔老师 许小姐 太巧了 真没想到在这儿还能见到你 哈喽 不好意思啊 刚刚有点事情耽搁了 老婆 你怎么来了 还有我的位置吧 有有有 来来来来 你坐我这儿坐我这儿 过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开会吗 这应该是我们大家第一次聚会 咱们婚礼的时候 大家都那么给力 所以我今天来要感谢大家的 再说 你的话 我必须听了 对啊 这是 今天是不是我们四个女生 第一次聚在一起啊 真的是不约儿童选择了黑色 太巧了吧 算不算是缘分啊 那个我说一下吧 今天晚上咱们吃的这个牛排呢 是杰森特地为咱们定制的 我相信这位女生们一定会非常喜欢 尤其是月子倩小姐 我们其实啊 都是跟着张瓜呢 我也很期待啊 我也想知道李杰森做饭到底什么水平 不过今天呢 我也不会吃太多的 最近在 控制饮食 你又不怕 都藏起来了 藏起来了 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嘛 真是太让人羡慕剧毒恨了 不像我 稍微吃点东西吧 这时候我就往脸上涨 哪儿涨脸上 你那脸不是巴掌的吗 标准的瓜子脸 许小姐别开玩笑了 每次见到你呢 我真是特别特别地羡慕 你看你皮肤多好呀 这毕业应该很多年了吧 但是你保养特别好 所以有机会一定教教我啊 我毕业没有很多年啊 要论保养得好 那应该是刘总吧 大家 大家以后就叫我盛楠吧 小飞知道的 我平时飞来飞去 开会什么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保养 刘总 您这个岁数得吃多少保养品啊 有没有什么好推荐啊 我这个岁数 我也没有比你大几岁吧 是吗 还真看不出来耶 说到保养品啊 越早吃越好对不对啊 说二十五岁之后 就该吃保养品了 可是 我的工资也没法跟三位比 我也 我也没吃什么燕窝呀 海参呀 最好的保养品就是睡眠 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 对对对 你不敬我一杯吗 来来来 敬敬敬敬 刘总 真是天生丽质 让人羡慕 我哪有三个妹妹漂亮 那个杰森 你什么情况 你看大家聊得开心 你就不上菜了是不是 马上就好了啊 来 来 你知道吗 李基森之前就跟我说 这郭虫啊 什么都好 就是太磨叽了 来来来 磨叽吗 我 杰森 昨天我还跟我们家小别 说到你呢 他跟我说 自从离开你之后 不习惯晚上睡不着觉 你俩是不是 激情满满啊 那什么时候接我去 你的豪宅睡一下啊 你们知道吗 郭老师跟我说 这四个男人当中啊 别看童宇 整天是冷冰冰一张脸 其实最像小孩的就是他 而且呢 要不是郭老师拉着拽着 这闯祸的一定就是童宇 你说得太对了 在我们公司啊 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靠着童宇先生 但他自己每天觉得自己好酷啊 他说得非常对 只有他天天靠着我吃饭 是 是 男人永远都想不明白 女人之间的关系政策 上一秒还针锋相对 下一秒 就能侵入失散多年的好姐妹 三个女人一台戏 现在我面前的四个女人 简直就是一部 好莱坞级的重磅大片 但是不知道对我而言 是喜剧还是悲剧 那个爆炸头 我跟你说我兄弟杰森 一旦对一个女人伤心 他会非常专一 他掏心掏肺 甚至比对他自己还要好 我只希望那个人可以 好好地珍惜他 不是你这帮兄弟 也太没有技术含量了吧 你给我来点有技术块钱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什么阵营的 我敌我不分吗 你还说他们仨没长大呢 我看这里面呀 心里年龄最小的就是你 他说我们仨没长大 对 你还真这么说呀 你好意思你啊 对啊 那么多孤独寂寞的长夜 不都是我们陪着你吗 就是 不是你看看你们三个这智商 他在挑拨咱们的关系呢 你用没有我给大家学一下 那我给大家讲讲一起合唱的事啊 就讲这段 那天喝多了 棒了 那个 报价头你们家雪桌喝多了 赶紧给他带一下 谁喝多了 就这么点酒 谁还能喝多呀 既然大家那么开心 不如我们再开一瓶 开 服务员 你们家还有什么好酒啊 把最好的酒再来十二瓶 敢吗 我去你们这帮女儿想造反 是不是 既然他们叫板 那必须跟他们喝啊 是不是 喝倒他们拼了好不好 其实我这酒量嘛 基本上也到上线了啊 不好意思 失陪失陪 郭老师啊 你说你兄弟还真的是没说错 他 他 他说我们什么了 他说你们太闹了 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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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们四个不是我哥对手啊 来啊来啊 哥 不醉不宽 来来来来 我们喝一口 来来来来 喝一口 嘎嘎嘎嘎 下面我请我们餐厅最好的甜点师 路易斯给大家做一个火焰冰淇淋 好不好 好 来 火焰冰淇淋 这个火焰很高很危险的 来 我们到那边去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保护你 很久以后啊 大家才发现这个被定额的瞬间 其中的滋味如同一到三点 有人能品出甜蜜 有人品出的却是酸色 迅速燃烧而起的火苗虽然没有灼伤任何人 却如同隐喻 在彼此的关系间 留下了一个通红的烙印 这个烙印似乎早已命中注定 确定 你我的未来 这个面膜要敷敷屏啊 不敷屏的话会有皱纹的 咒纹 在那个眼神飞来的一瞬间 我强烈地求生本能告诉我们 要小心 我也是听说而已嘛 那咒纹这种东西你是肯定没有的 在我心目当中 我老婆永远是最美丽 最大方 最有气感的女人 那天我们四个女生一块吃饭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四个人 谁看上去最年轻啊 提醒你啊 实话实说 我觉得 其实你们四个都差不多 不相上下 教科书师的标准为她 既赞美了她 又不至于过于虚伪 别聊这个了 那聊聊我们呗 这个 聊聊我们是聊那方面啊 头儿 你实话实说 那天晚上的饭局 你觉得算不算成功 算 成功吧 这个岳子倩啊 从头到尾都在怼我 都没有给过我一个笑脸 夏泽我跟你说 从那个物理学上来讲啊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牛顿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待会儿上课小白啊 你这说 女人对待血癌的异性 她往往不会直接表达对你的好感 有的时候呢 会让你感觉 是不是 她怎么有点看我不顺眼啊 这就像磁铁一样 她这样是相吃 如果她反过来呢 就是相互吸引的 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状况呢 她就是为了去掩盖内心的波动 这叫什么呢 欲擒故纵 懂了 装呗 可是我就是觉得太晕了 你说那顿饭 花了我一个礼拜的工资 结果一个笑脸都没换回来 你觉得如果岳子倩 以前一直对你笑脸相扬 应付两事好 还是说没事怼你两句 跟你互动非常有爱 那也得到更好 那还是怼两句好一点吧 对啊 越怼越亲 你还别说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道理啊 你看你跟许多也是啊 你俩就越怼 感觉你俩关系挺近的 聊你的事别聊我了 我们俩那怼跟你不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 你看那天晚上的饭局啊 都是一对一对的 我跟岳子倩是一对的 那郭老二那跟崔老师是一对 那湘晓菲那跟他老婆是一对 那你跟许多 是不是就是两块磁铁 杰森 你先把你自己的事处理好 我的事不需要你操心啊 我还有事吗 对对对 别走啊 我跟崔老师啊 纯同事 那天我是看 那一个人在办公室太可怜了 我才带他来的 别解释了 欲擒故纵嘛 你就交代了吧 那活起来的时候 你都快扑人家怀里了 我那是本能反应啊 本能反应 才能最看得清一个人的内心啊 虽然当时我为李杰森那笨蛋 撞得有点晕 但是我的眼睛可是好的哟 我可是看了人家童鱼也是本能地护住了你哦 倩倩 我不跟你开玩笑 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很好 我懂 我懂 男人能做的事你都能做 你要男人干吗呢 对不对 但是吧 酒汗不是一个事 也是时候需要一场 瓢泊的雨 哗啦啦的松露响 你比我还汗好吗 赶紧说说你跟杰森吧 你本来有什么好说的 老娘的心尾容泰山丝毫不慌 那我的心就是珠穆朗马疯了 你是珠穆朗马疯啊 等会儿 等会儿 摸一下吧摸一下 外面有动静 别给我演戏啊 真的有声音 太平公主啊 橘胶 塑料呢 给我 我们现在来 陈平 好了 我们现在来 我们在它里面 我们来了 真的 摸一下 又我们来 这些人 是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感觉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个我和我们A组做的成员啊 在这一周呢 熟悉并了解了VNO的各项情况 它拥有快速的处理器分解型号 对于商品进行自动分类的能力 并且加快了百分之三十的进行速度 从而极大的提升了物流效果 这只是对项目的归纳和总结 童工程师 请你具体来谈一下 你对物流分解项目的建议 这个我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童工在A组的时候那是争分夺秒啊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B组啊 态度就变了 是不是融合起来有什么困难 怎么 A组组合有问题吗 也不是 我就觉得 A组的组员状态有点不太对 怎么不好 也可能是太累了 也可能是不熟悉我们组的工作流程 也可能是有什么想法 A组小组的成员状态有什么问题吗 没 可能是我们之前一段时间 我跟我的组员们都有点过于激进了 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项目好像似乎 都存在一些问题 通工 项目本身有什么问题呢 理工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这个人的风格一向是管沙也管埋 我之前我一直在想啊 我是不是应该想出一个解决方案之后 再提出问题 再解决问题 但理工今天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可就直言不讳了 2003年VIC先生在美国建立了整个的批发系统 但是2009年整个的批发系统才出现端倪 到了2012年 亚马逊市巨资将近八亿美元收购整个的批发主席 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Kiva系统的什么的核心就是Kiva机器人 如今我们确实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设计了Vino 它确实是Kiva机器人的2.0升级吧 但是Kiva机器人它并不适合我们国内的仓储环境 因为Kiva只能采取专用的货架 部署很高成本 但是在中国互流行业迅速崛起 大中小型企业情况有所不同 并不是所有的厂家都适应理解它 众口难调这很正常 我们的目标客户 他们想要的东西 理工我特别懂你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时代在发展 我们在中国又走在整个时代的最前面 动力是什么呢 是整个所有的民族企业 也不是一两家巨头 我们的眼光应该放得更长远一点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的想法 是重新设计Vino 力争设计一套可以控制成本 可以服务于大中小企业全次的物流机器人 而且这套机器人会随着我们中国的发展 从而走向世界物流业的力量 同工想法非常好 但是不是太天真了 请你告诉我 预算在哪里 时间在哪里呢 还有一点 童工 作为一个有礼貌的人 不会打断别人的聊天 对不起 理工 下次再也不打断你说话了 但是理工 你知道到你的认知 会舒服你的脚步 一旦你认为到达了终点 脚步必然会停止 未知永远超出你的认知 世界仍需改变 理工 最近火气都在大了 我同意同工程师的想法 我认为不能因为客观局限了我们的想象力 江总 同工程师的想法 我认可 你呢 刚刚同工一番话 却让我眼前一亮 但是 理工 讲得对呀 咱一切 还得从实际出发 所以 我建议 咱们按部就班的 按照理工的思路继续执行 保住现有的成果 三个月 我要看到你们承诺的VNO 没问题 童工啊 你有新的方案 新的想法 可以拿出个详细的方案吧 老板你请放心好了 我这个人呢 一旦提出了问题 就必然会解决问题 好 对了 童工 童工啊 A组融入B组 实数不易 还请你保证好 A组工作人员的状态 老板 一定会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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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 不能再这么被动了 再这么憋着 心态都大了 我是谁 我是向小飞 我得 找回我自己 辛苦了啊 我说你们几个最近 是不是有点做大了 昨天晚上嗨到几点 我 我 我没去哪儿嗨 我就天天晚上 研究研究国内外那个 人呢 还笑呢 刚才会议上李德说了 说咱们整个A组 所有的成员 都不想要去哪儿 工作的状态非常的疲惫 江总也在敲打了我 我跟你们很严肃地说两个事 第一 你们现在每天加班 已经很辛苦了 回去了之后少害 早点睡觉 行吗 第二 刚刚在会议上 我已经提出了 咱们对物理游分解项目的 一个新的想法 大家非常地认同 所以从明天开始一方面 咱们继续配合毕业组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开始研发 咱们的新项目了 老大啊 这个牛 你就这么轻易吹出去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吹牛啊 但是我今天付出的 每一份努力 都是为了实现过去 曾经吹过的牛 从明儿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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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忙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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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幸好 Tim 就先走了 幸好 怎么了 看看 看 来 来 你是说 他呀 绝对成了呀 今天你在会上说得是很好 可是实现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原有的KOR系统 已经存在十五年了 你要改变它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你真的有信心吗 你应该很了解我 我希望你吹过的牛 好 断断时间 兄弟们 九点 等我召唤 会上九点 你们要干吗 喝茶 聊天 感悟人生 贵才信 开始关心我了 我和加班啊 去不了了 是不是兄弟啊 你是我此生的责任 但也是此生的障碍 要不然 咱俩一会儿再见 我说刘晓南是不是出差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嗨啊 我看不光是出差吧 去火星出差了 要不然看他这么嚣张 不是 初步出差不是关键 关键他不管我 没人管我呀 对不对 他不在乎我呀 不是 是啊 这怎么说你也已经结婚了 是 就这女儿让她知道了 不定怎么收拾你了 结婚了 我倒是知道我结婚了 咱们她知道她结婚了吗 她也不知道她不回家 还杀了我 怪罪我 我今天晚上为了玩开心 玩高兴 你看 看什么 我戒指都没带 摘了 放兜里了 服务员 再来一瓶 咱们又差不多撤了 不太吵了 等一下 今儿就别劝我了 好不好 今儿咱就冲 你想想 咱哥几个之前出去玩的时候 多高兴啊 玩多嗨啊 今儿咱们必须也玩这么嗨 什么事都没事 熬到脑后 嗨起来 这有点丑啊 没事 你那边发的什么 喝茶呢 踢球 这就是男人 捧着茶壶踢球的 低能生物 太可怕的物种了 我上了厕所去 一会儿要什么东西啊 就跟服务员说 服务员 他们要什么点啊 从这里刷 搁这儿了啊 不月姐 上次的见面 我很开心 你放心 我会一直在你的身边 不离不弃 你还想一直在不月姐身边 你谁啊你 等于晓菲回来之后 跟她说也差不多咱们撤了吧 是得撤 你们俩是不是都老了呀 我觉得这医院挺带劲的 赶紧也得撤了 明天还是上班呢 晓菲怎么还不回来 老婆 玩挺开心啊 不好意思 把你接回来了 嫂子 你信了 不存在什么嫂不嫂信的 就是搁几个 闲着无聊一块聚聚呗 和哥们聚会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的婚戒呢 我 别找了 老郑 向先生 这是您跳舞的时候 跳舞池里 我帮您收起来了 向小飞 如果你还尊重婚姻的话 请你以后务必带上婚件 我肯定尊重婚姻的呀 我是这样的 最近一直 收拾这个打扫那个的 老是洗洗涮涮的 我怕把它弄坏了 所以说我就给它摘下来 放在裤兜里呢 没想到不小心调出来 我没注意 编造这种 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很没有意思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难道每天要生活在 谎言当中吗 是 我知道 我们俩结婚了 但你们想过一点 从结婚到今天 一共两周过去的 你在家只待了三天 不是 这 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就生命中的一个标点符号是吧 你还记不记得我是你丈夫啊 你给我的直观感受什么 你知道吗 对你来说 我还没有你工作重要 可能甚至还比不上 你的一个岳阳电话 好 你有工作 你有事业 你有梦想 我承认 我也赞同 并且支持 因为我是你丈夫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忘了 咱俩是夫妻关系 要平等的 你也可以支持我好吗 我们之间是平等的 你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但是前提 要遵守我们的约定 我们的约定 并没有约束你的自由啊 它只是让你 更加地合适我 而且你可别忘了 向小飞 这个约定 是我们婚前就说好的 我这个人 最重视的就是承诺 你一个大男人 难道要对自己说出的话 不负责任吗 不负责任吗 行吧 我知道错了 对不起 那好 之后的事情 听老郑的安排吧 不好意思了 湘先生 硬鬆 安静 董事长和您婚前的约法协议 这三天 我要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拿走 你得在家好好反思 不能出门 您的饮食我会为您订餐 还有 这个 我去 监控啊 这是董事长的意思 为了避免您再次违规 这限制我人身自由行吗 再说了 协议上 没写过这条啊 夏先生 这是补充协议 您是不是没好好看呢 我去 是不是没在家啊 刚给我发了危险 说被六上男给绑过来了 小飞 开门啊 我出不去 什么情况啊 对啊 不让你出门啊 盛南说了 这几天都不让出去 这样 他不让你出来 但是我们三个进去了 可以吧 不合适啊 不合适啊 你们进不来 不合适啊 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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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吗呢 别说话 我先把房间里面的声音打开 音乐打开 有监控 有录音 你这怎么连人身自由都没了呢 嘘 走走走 这本声音就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你 Ep 上也机序 小心 thing 停 我看了 我abaaba整聽 我面试了 别说行为行不禁 你让我去 OK 结果 这儿没有 这儿没有 笔下一次 你笔下一次 你搞清楚的事情 小心 小心 回来回来回来 这边都没拍到 来 干杯 这也是怪物 当时啊 太操之阔急了 有点后期 这剑在弦上 一摇一跺脚给他签了 签了个不平等条约 老婆 老婆 我今天是要开心的封假了 什么东西 签字吧 慢生气啊 总结下来三点 第一 晚上十二点以后 不可以独自出门 第二 不可以跟任何女孩儿 有非工作上的联系 第三 婚戒不能离手 要担起丈夫的责任 向小飞你可以不签 如果不签的话 就不可以跟我同房 还得问这个 我签 行了 那我是不是更容易 那我先工作了 实验性挺强啊 你这就是一把握条款 你这上哪儿去高 肯定都能赢 老二 你别闹了 上哪儿高去啊 这事去法院高 我先别丢人了 就是啊 再说了 就近乎三天 我想三天嘛 这人人就过去了是吧 你三天之后怎么办 小飞 刚看了一遍 你这房子确实不错 但你这日子过得有点奇怪啊 是感觉有些奇怪 但你不说了吗 总得有人下地狱是不是 那我得烫烫路吧 他总不能烫到一半 就不烫了吧 是不是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 跟他好好聊聊 放心了 没事 你们要陪我喝一会儿 我就很开心了 来来来来 别的事 明天再说吧 来 这时候怎么觉得 小飞应该在 确实 要想飞在的话 也不至于这么安静啊 他在的时候吧 总觉得他太闹腾 你说 这一突然不在咱们身边 还真有点不适宜 可他已经结婚了呀 他不只是咱们的兄弟 还是人家的爱人 他已经有了家庭 就要负担起他该负的责任了 汉人生不如意 时长八九 可我还是觉得 脚背着闪婚闪的吧 欠私了 这以后我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婚姻就是如此 你们说 如果有一天 咱们四个都结婚了 那咱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吗 男人呀 总要面对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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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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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咱们哥仨现在 还是属于咱们自己 在这个秋天 我们兄弟四个人 都有了一些变化 小飞结婚了 过了二 告别了小爱 杰森似乎更懂得了什么是爱 而我 我们兄弟四个人都要了一些变化 患得患失 二十五岁时 我们曾经幻想三十五岁的自己 应该已经是婚姻幸福 事业成功 但是谁能够想到十年后的我们 却单身依旧 事业足利重重 冷暖心中自知 说实话 我有些迷茫 就像是这片 混沌的天空 小飞 我看你了 赵森 我感觉不太好 我觉得那种 奇怪的事要发生吗 你别害怕 这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 我不会轻易露面 我会再暗中默默地观察 你们等待时机再出来找你们 选手怎样努力 奋斗 盘航又怎样 被看清又怎样 朝鲜色美斗人到一旁怎样 逆着 出发 加油 加油 就算梦撞的头破旋律 我都会保险好勇气 为自己战斗 其实就断了翅膀 我还有重游 继续往前走 一直往前冲 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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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成功又怎样 失败力又怎样 换下泪水 我照当全手怎样 努力 奋斗 谈好又怎样 被看清又怎样 朝下三美斗 扔到一旁怎样 你正好 出发 这用这加油 就算莽撞的就破旋的 我的背包却好勇气 为自己加油 其实有短的翅膀 我还有胸腰 继续往前走 一直往前冲 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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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是好的 有自由 有自由 祝福 有自由 谢谢观看